美国众议院1月9日晚间以221票对210票通过 废除了对87000名国税局工作人员的财政资助 所谓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在未来10年内向美国国税局提供了796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称 新的国税局工作人员将瞄准中产阶级 和中上阶层 根据最新分析 美国国税局对低收入的审计速度 是其他所有人的五倍 中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说 我们的第一个法案将废除增聘8.7万名新的 国税局工作人员的计划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帮助你 而不是去追查你 长期担任美国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首席财务官的 艾伦·维塞尔伯格 1月10日被纽约法官判处5个月监禁 原因是他在作为该州的证人出庭 反对特朗普组织后 参与了一项长达10年的税务欺诈计划 去年8月 他在与检察官的交易中 承认了15项重罪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他必须在特朗普组织的审判中 如实作证 支付200万美元的补缴税款 利息和罚款 并放弃任何上诉权 庭审结束后 现年75岁的维塞尔伯格 预计将前往臭名昭著的 纽约市监狱赖克斯岛报道 立即开始服刑 美联储理事鲍曼 1月10日表示 尽管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 通胀正在下降 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需要继续加息 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 鲍曼发表评论之后 美股短线走低 但其鹰派程度 远逊于昨日的两位美联储官员 三大指数随后震荡走高 稍早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发表了新年的首场演讲 但其主题是央行独立性 并未对货币政策前景 发表明确评论 因此也未对市场产生明显冲击 对于未来的加息的规模 和最终的利率峰值 鲍曼表示 这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 及其对通胀和经济前景的影响 他指出 将寻找通胀已经见顶的 令人信服的迹象 以确定未来加息的规模 联邦基准利率 需要提升至限制性的水平 美联储官员将于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 举行2023年的首场议席会议 目前市场预计 美联储届时加息25基点的可能性 为75% 自1月8日开始刑击加州洛杉矶部分地区的暴雨持续 至少已经造成17人死亡 近5万居民紧急撤离 暴雨导致加州河床攀升 多地恐有泥石流风险 加州州长纽森9日下午敦促民众保持警惕 因为强风和暴雨继续威胁着全加州社区的安全 天气预报预计 10日在全州范围内和11日在加州北部会出现强降雨 鉴于前两周的降雨导致土壤饱和 增加了洪水泛滥的可能性 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 加州的降雨量比平均水平高400%至600% 加州紧急事务官员向纽森州长介绍最新灾情和应对工作 州长继续积极监测风暴影响 同时 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汇集了全州400多个社区组织 开展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 调动资源 特别强调为弱势社区提供帮助 包括无家可归者 残疾人和年长的加州人 纽森已宣布了2.02亿美元的新投资 用于即将到来的加州预算案提议的长期防火